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观测,这几天呈现秋老虎的天气形态,虽然时序已进入秋天,但是各地仍要慎防高温,而在菲律宾西方海面。 在9月16日的凌晨2时生成了今年第11号台风红霞。 预测对台没有直接影响,时星向下三角台湾附近现在吹拂温暖的偏南风。 台东和恒川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,其他地区为多云道晴的天气,而温度方面。 白天普遍满热,各地高温在33至36度间。 民众外出活动还是要多多注意高温和补充水分。 普遍来源,报天气中央气象局FB,时星向下三角周五18日起。 因为封面接近,周日,下周一,二十、二十一日,封面通过和东北封增强。 北部东半部迎封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,其他地区多云道晴。 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,北部高温温度约会下降三、四度。 约三十一、三十二度。 低温约为二十四、二十五度。 普遍来源,中央气象局。 时星向下三角而最新刚行程的十一号台风红侠。 目前为星度台风。 中心位置位于菲律宾西方外海。 以每小时11公里的速度前进。 预测登陆点为越南。 所以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。 普遍来源,中央气象局。 现在虽然天气进入秋天。 但是全台各地仍要小心逐渐高温的状况。 住门外出注意防晒和多多补充水分。 让越南无敌夺。 点击倒是仅首 Notes